那么我刚才讲的这三场战争的时候 共产党面临的内部的政治经济的灾难性的 全面的 我绝对相信 曾最后一定是中国改变这个历史的大影响 会像当年袁世凯一样 而且我觉得曾和梦和王岐山的和韩正 和江家的最后的联手 我认为中共的军方会有大动作 可能是习很自信吧 他觉得军方这块他很控制 我不这么觉得 我觉得最后的时候一定是 我觉得在军队上中共那块会出大事 也是对我们来讲是大好事 所以内部的政治经济就更不用提了 老百姓一定会造反的 所谓的房地产税 这税那税的 不管这税那税 最后的导致就没粮食吃 而且是没饭没水 而且疾病残身 疫苗灾难等等 这一系列的事件都会发生 那么这种情况下 中国社会的动乱不可避免